一位兒子被綁架 父親急得向這鍋上螞蟻 手裡捧著80萬現金 到了相約地點前才剛放好 穿著紅色帽T的17歲車手立刻現身 把錢取走 沒想到詐騙集團實隨之位 要求再給90萬 被埋伏員警給盯上 17歲車手被幾名員警壓制在地 他傻乎乎的幫人拿錢做事 贓款到哪了一概推說不知 車手聲稱自己只是按照電話指示 從新竹到苗栗取走80萬 接著上繳 自己直領2000元報酬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以綁架老梗來詐騙 59歲退休的邱姓男子 在家接到電話 另一頭哭喊著爸爸救我 先給了80萬贖金 接著對方又要求90萬利息 幸好被埋伏員警及時攔截 第一次跟第二次相隔不到一個小時 20萬是本金啦 再要付90萬的利息啦 被害人兒子根本沒被綁架 詐騙集團用綁架老梗一騙再騙 以區區2000元代價找車手取贓 交詐主嫌藏在幕後拿錢 最終詐欺罪則由未成年車手扛下 據捧志明 苗栗報道